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在這陣子 卡路斯不斷在設計 又3D打印 MING PAO TORON MING PAO TORON 由於接到很多人的訂製 所以一路要接拔下 但其實在過程中 亦有別的網友 它有另外的要求 例如有些朋友說它是用雙豬嘴的 又例如有些朋友說 我不想剪口罩布 我想用一些Qualify的Filter 例如好像這個2091 那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在我和機器 24小時工作的時候 我都對這些網友一日遠距了 但隨著很多人都用過這兩款配件 問題基本上都解決了 我就想抽少少時間回應其他的人 所以我今天想幫助大家 將P100雷心配合到HF52 或者3200來運用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路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亦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路斯問題 其實最近卡路斯都解釋了很多次 豬嘴有分單罐和雙罐 如果之前不知道 現在都要知道 雙罐的豬嘴 我們稱為6系和7系 而單罐的豬嘴 就有我手上HF52 和另外一款3200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單罐和雙罐的豬嘴 它用的濾心是不同的 這個用在單罐的 而這款用在雙罐的 怎樣不同 我們拆開它們看看就知道了 一般我們不用知道那麼多 最重要你要知道 就是單罐的選擇沒有什麼 通常買到的都是這一款 3311K55 但是雙罐有很多款 有些是整個盒子 裡面的filter 很多種選擇 而這款就是2091 就是這個P100的濾心 其實它的過濾能力 就比我們所謂的N95更強 如果N95是95% 它就接近100%過濾 但是我們拆開它來看看 給單罐的豬嘴用的濾心 那個接駁位就是這樣的 而給雙罐的豬嘴用的濾心 那個接駁位就是這樣的 大家看不清楚吧 我們放慢一點再看看 單罐的豬嘴的濾心 是圓滑滑滑的 安裝的時候就靠少少暴力 大力地拍一聲 逼進去 而雙罐的濾心就不同了 你看到呢 在圓罩上面有三隻雅 就是跟豬嘴配合之後 順時針一扭就結實了 由於我買不到雙罐的豬嘴 就沒辦法示範給大家看 根據剛才的說法 單罐的豬嘴我就買到 但是它的濾心選擇不到 雙罐的豬嘴買不到 但是我又買到它的濾心 那兩者能不能夠配合使用呢 聰明的你一定想到 又是3D打印出動的時間 大家剛才看我拍P100 可能看得不清楚 現在我用這個電腦符合圖去設計 你會看得到 其實它的形狀是這樣的 在設計的過程裏面 比較複雜 因為這些尺寸要很準 否則你印出來 根本不會符合 OK 那試一下把這個打印出來 看看會是怎樣 好了 做出來這個圓形呢 我首先要試一下 多數都不行的 第一次做的事情 看看效果如何 配合了這樣 扭進去 扭進去 但我覺得是很鬆 另外就是安裝下豬嘴 這邊問題 由於我把之前那個3200修改 之前是要夾多一塊 大口罩包辦 現在我想 直接做實 那我遺漏了 忘記了 弄小一點 很鬆 所以這個要重新 再修改 尺寸再做 由於要扭進P100 如果用單件印刷 會出現相當多問題 所以我嘗試 把它分兩件印出來 第二次印出來的 應該在尺寸上比較準確 這次也好像以前Mars Ring 做了一個噴口 應該會比較準確 而且可以大力地打下去 這個東西和HF52 又能不能配合呢 似乎做得仍然是減了一點的 大力啪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我做了一個噴口 3200也是這樣用的 但是在HF52 可能會瀑瀑瀑瀑瀑 再把這個 2091 即是P100 這個濾心 再安上去 就是這樣了 沒帶上去之前 首先在2091 過濾病毒方面 我覺得是不用置疑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P100 是99.97%的過濾 但是由於2091 原本是被雙罐豬咀用的 放進單罐豬咀會是怎樣呢 我完全明白了 為什麼這個P100 只會設計給雙罐豬咀用呢 帶在這裏 是影響我視線的 在這裏 是阻止我視線的 呼吸方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這樣貼一塊 外科的口罩布 其實感覺差不多了 那類方面 完全不用擔心 不過呢 我建議大家 如果是開車 或者是走過馬路 這個方法 真的沒問題 我現在的鐵具 是隨時可以拆出來的 但P100拆出來 可不可以拿個仔呢 原則上 一個2091 是有幾十個小時 使用壽命的 但是如果 你拿到外面用 而回來 占染病毒的話 基本上 這幾十個小時 是沒有了 因此如果大家想學 這個方法 把單罐珠咀 配合P100用 真的要想清楚 剛才那幾個問題 怎樣清洗 大家真的要 努力去研究一下 好啦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 卡路斯的實驗 和研究的話 我會再做多些 給大家看 記住加like和評語 再見囉